国足23人名单出炉 首发11人仅剩两个悬念 阿兰无垒有变 李铁田济赛马 争3分 大家好 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球兵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国足 我们知道国足即将在3日凌晨2点 迎来与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了 那么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一场非常关键之战 决定着两支球队带着怎样的一个成绩 开启12强赛之旅 同样也决定着两支球队在这个小组中 抢夺小组第二的一个命运 所以说这场比赛真的是尤为关键 同样对于李铁来说 想要拿下整体实力在我们之上的澳大利亚 确实这场比赛并不好打 那么这场比赛对于李铁来说 也是做足弱充分的困难准备 球队想要去以弱胜强 肯定在比赛中存在很多的变招 本场比赛 李铁也注定将会使用出田济赛马的招数 来很好的智取赛分 那么首先来说一下这场比赛之前 按照组委会的要求 各支球队需要在比赛开打前的六小时 提交球队的23人的比赛报名名单 那么按照这一次的要求 其实我们国组也是早早的 就把自己的名单给敲定了 那么一共是淘汰了八名队员 分别是在守墓园位置上的董春宇 后方线上的朱晨杰和王刚 以及中场位置的王秋明 王尚源 以及尹鸿博 再加上封县位置的郭甜宇 以及巴顿 我们能够看出 其实在落选的这八名球员里 有两个人让大家感觉到非常可惜 一个是王刚 另外一个就是尹鸿博 首先来说 王刚这个点右边后卫 我们知道在北京国安一直是主力 但是这一次比赛 唐淼受伤之后 大家都认为王刚非常有望 能够竞争首发的位置 但是目前来看 王刚他是一个攻强守弱的一个边后卫 面对澳大利亚这种球风侵略性比较强的球队 或许防守闺闻关键 那么同样我们知道尹鸿博 此前一直是李铁非常欣赏的一名 中场的一个发动机 在中场他的穿插跑动非常的灵活 他的技术特点跟金晶道特别相似 但是这一次他无缘了最终23人名单 也主要跟个人的身体状态和伤命 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在最终23人名单出炉之后 首发11人又将会有哪些球员组成的 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目前来看 仅剩下两个悬念 首先我们要知道 单箭头这场比赛顶在最前面的 肯定还是埃克森 但是吴磊和阿兰这两个人肯定有变 这两个人的位置将会往回撤 因为这场比赛为什么说 李铁要填技赛 也就是说上面场比赛 我们会踢的比较被动 以防守为主 做好防守反击 那么上面场比赛 人家是强队 肯定抢开局 所以说我们的战线一定要往回拉 这样一来 吴磊和阿兰两个人 会站在埃克森的身后 扮演着两个 防守型前腰的这么一个角色 再往后三中场 分别是张希哲 吴希 这两个人会锁定两个主力 另外一个位置 目前来看 金晶道 徐心 池中国 这三个人将会竞争这一个位置 那么这也就是胖周所说的 咱们首发11人中 两个悬念之一 其中有一个悬念就在中场 这个位置上三选一 那么剩余还有一个悬念在哪呢 就是在我们国足的后卫这个线上 后卫线上 目前来看 左边后卫 虽然说李磊已经入选了名单 但是李磊刚刚商与付出 我个人感觉 左边后卫 最终李铁选择王神超的可能性会更大 那么同样 中后卫的位置上 目前来看 首先蒋光泰肯定占据一个位置 另外一个位置将会在李昂和张临鹏之间产生 因为如果说你用李昂的话 那么张临鹏的位置可能放到右边后卫 但是如果说你用张临鹏提中后卫的话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右边后卫上 再去选择一个不错的边后卫的人选就可以了 那么再往后 守卫人的位置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是严俊玲 所以说这样一套手发这种 是我个人认为 是吧 一套比较不错的手发 而且中后卫和中场 这两个位置上可能存在着两个小小的悬念 肯定还需要由李铁在临场开打之前 根据球员的状态和能力 以及人员的搭配情况 来最终做出一个考量来拍板决定 那么这场比赛呢 说到底 其实我们整个上半场比赛 肯定还是以稳守反击为主 上半场比赛我们也踢的保守一些 下半场比赛我们再伺机反击 只要我们确保上半场不丢球 下半场比赛 澳大利亚肯定踢的比较急躁 心态失衡 他们一急躁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届时包括洛国富这个点 下半场比赛也可以派上去 去顶一顶 关键时刻 我们是不缺少杀死比赛悬念的射手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看看 国足能不能够沉得住气 把比赛一分为二 上半场主守 下半场主攻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国足 在首场比赛 能够去智取三分 我们也是共同的进攻佳音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再先聊到这 喜欢胖州 特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 天天天天天 聊到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